上回书说到贝勒爷印针 说出七条来 把铁山寺这件事给说平了 说和了 大家伙全都心平气和了 这些老少英雄侠借 跟铁山寺的和尚也和好了 亚人和尚给准备酒饭 然后呢 让这小僧众们给大家伙准备睡觉的地方 把东西全都给安排好了 亚人长老呢 又派人看了看受伤的门人弟子 当然也刺了纪元一顿 带着孟恩这些人把尸体全都埋了 把山外的西方也都拆了 把没用的人全都打发走了 武林道的宾棚在这高高兴兴高谈阔论 大家伙吃完了饭 掌上灯了 同林的大徒弟刘俊一查东西可把他吓坏了 包袱丢了 如果里边光点衣服还没关系 他这包袱里包着重要的东西 海川的海浦公文 慎刑司发下来的龙批大票 这就是观评文书的文书 海川干嘛来了 捉拿盗宝的两个贼 这是龙批大票不能丢啊 刘俊那包袱里包着这东西 另外还有那张墨鱼皮 墨鱼皮没什么关系 丢了就丢了 再心疼 他丢了也没这找去了 可是 这个龙批大票不能丢啊 这是官府的文书啊 刘俊汉都下来了 赶紧来找师父 师父 了不得了 咱们那龙批大票 跟那墨鱼皮的包袱丢了 啊 好家伙呀 大家伙再一看 连同林在刘俊 脸也白了 汗也流出来了 这张墨鱼皮 值多钱没关系 这龙批大票可怎么办呢 刘俊啊 怎么丢的 不知道啊 白天我看的还有呢 晚上我一找医生 一查没了 海川急得直跺脚 说不出话来了 王爷跟侯老侠走过来了 侯老侠就问呢 海川呢 怎么了 老哥哥呀 王爷 海川把这事一说 侯老侠拿手压了压 千万别嚷 咱们双方刚刚言归于好 铁山寺那边请了不少人哪 不见得里边都是好人 良又不齐 不过 真是他们那边的人 偷这包袱也没什么用处啊 这样 咱们先别着急 消停一天两天的 跟水晶长老 亚然和尚提出来 让祭祀和尚找找查一查 千万别嚷 一嚷反而倒坏了 王爷说 没关系 不要紧 海川呢 你沉住气 都不成还有我呢 实在不行 咱们派一个人 骑着快马到北京 叫何吉啊 到慎行司 再办一份的啊 千万别着急 咱们呢 该睡觉睡觉 大家伙 这才分头休息 到了第二天起来 吃完了早饭 一部分人呢 在大雄宝殿 一部分人在东培殿 王爷这些人都在东培殿 亚然和尚带着祭祀 这些人到东培殿 陪着王爷说话 正在这时候 门头僧进来了 弥陀佛 哪位是童侠客 童林站起来抱拳 我是 还有一位千岁爷 啊 本爵就是 千岁爷 童侠客 外边来一个人 一定要跟您二位见面 说有紧急的事情 跟您商量 一定要面饼 哦 好吧 就让他进来吧 这样呢 这门头僧就出去了 时间不大 从外边领进一个人来 大家伙一看不认识 这个人四十多岁 宽肩板 一身蓝衣服 卷帕缠头 青胡子茬 长得浓眉大眼 挺端正 腰中系着绒绳绳 肋侠带了一口刀 他过来就给王爷磕头 千岁爷 恩人 童侠客爷 我给您磕头了 海川挺纳闷啊 赶紧伸手相拦 哎 起来起来 我跟阁下素不相识 你有事吗 王爷眼镇间 王爷一眼就看出来了 海川哪 李森把他给忘了 他呀 爬山虎照上啊 哎呦 海川这才想起来 当初王爷跟着海川爷俩 背着海捕公文 送单刀跟拐奔山东 走到了青河油方镇 看见一打把是卖艺的 王爷送给他银子 然后海川跟王爷 才住在展翅金雕 铁张李渊李老侠的英雄把食店 这个爬山虎照上呢 正是打了李老侠二儿子的那位 王爷一说 海川想起来了 哎呦 你是赵壮士 不敢当 我正是赵胜 赵壮士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王爷呀 哎呀 你坐下讲话 有人看座位赵生坐下了 王爷用手一指 赵生有事你就说吧 王爷 铜侠客爷 您赏给我钱之后 我不落人 我暗含着跟着您 走了一程 一直跟到朝复林 才知道您是王爷 铜侠客爷 是您王府的教师爷 后来呀 我跟您到杭州 才知道铜侠客 现意赫号镇八方 紫面昆仑侠 因为我有个师弟 是八卦山 九宫八卦连环谱的 他在后山呢 看这菜园子 我从杭州到了八卦山 我这师弟呀 就把我带到了八卦山 秀吞乾坤小五侯 田方田子部 债主面前 这个债主不错呀 赏我饭吃 就让我跟我师弟 在后山菜园子一块种菜 王爷 您对我的恩德 我永远不能忘 我知道王爷 这两个人回到八卦山了 我特意告了个病假 坐船出山 来铁山寺 给王爷 跟铜侠客 严人送个信 您赶紧到八卦山 就能请出国宝 拿住二小 话说完了 我可不能老在这待着 恐怕走漏风声 我就跟您告辞了 说完之后 赵胜跪地 给王爷磕头 王爷 你要没什么吩咐 我就走了 好吧 你起来 我得谢谢你 众位 你们瞧瞧 这就是多一个朋友 多条道 多一个冤家 多堵一道墙 这个爬山虎赵胜 前来告诉咱们八卦山的消息 这是大好的良机 来呀 海川 给赵胜拿十两银子 不不不 王爷 我身上带着银子 我已然能够养家糊口 我够花的 千万 千万 您别赏我银子 我得告辞走了 好 海川呢 派人把他送出去 佟林 亲自把这赵胜 送出了铁山寺的山门 然后就回来了 这些人正跟王爷商量这件事呢 海川就说 王爷 您瞧这赵胜 只根图报 这人可不错 既然群雄都在这 人多力量大 二小回到八卦山了 咱们呢 应当马上到八卦山去 对 王爷点了点头 这时候 北侠秋天秋配雨一白手 还穿呢 我看你先等等吧 有道是画虎画皮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王爷跟你 在游房镇给过这赵胜钱 他挺感激 可是这次赵胜来 是真的是假的 你能够断定吗 于老哥 我看这事没问题 赵胜是个好人 不 这几位老侠客爷都说 咱们好好得想想 北侠说着话 应当认真的对待 如果赵胜是李坤打发来的呢 咱们可是洋入虎口了 北侠秋天说 怎么办吧 大家商量不出主意了 这不是王爷在这儿呢 我呢 一会儿收拾收拾东西 去一趟八卦山 因为我跟李坤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再说我师弟法禅 又是八卦山八卦连环谱的四庄主 我也经常去 等我到了八卦山之后 把实情打听清楚了 我想方设法派人给你们送信 你们再去 王爷 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啊 你们众位听听行不行啊 王爷点了点头 好好好 秋老侠说的太对了 那 我可就拜托了 哎呦 王爷 您怎么跟我客气上了 镇东下 侯廷侯镇员也抱权攻守 哥哥 那么您可就多手累了 哎呦 自家兄弟 你们可不应该这么客气 老侠秋天准备东西 王爷呢 让海川跟镇东下 侯廷侯镇员 把北下秋天秋配雨 送出了胡尔山铁山寺 等到了山门外 海川一躬到地 哥哥 您可要多加保重 放心吧 兄弟 我跟他们有交情 什么危险都没有 你们可千万别着急走啊 听哥哥我送的信 这样秋老侠跟海川 镇东下侯镇远 拱手而别 顺着山道往下走 过了密封岭 出山口往北 直奔八卦山 王爷跟中尾老少 英雄侠剑就在铁山寺 住着等着 等了一天两天 三天五日不着急 没想到半个月都过去了 北下秋天 一点阴信都没有 海川是早就急了 王爷 干脆咱们进八卦山吧 这可不行 海川呢 你知道秋老侠 在这八卦山里头 是怎么当的事 万一秋老侠在里头准备好了 没办法给咱们送信 咱们贸然一去 可就把秋老侠的主意 给破坏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水晶党佬亚然和声说话了 弥陀佛王爷 众位老侠客 贫僧我倒有个办法 说出来听听 你们大家商量商量 王爷说好吧 就请水晶党佬 说说你的主意 赞判 你们大家来到这铁山寺 这么热闹 八卦山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说秋老侠在八卦山出了事 我认为不可能 一个 这秋老侠跟李坤有交情 二来 李坤这人也不是恶人 我想啊 可能是秋老侠在八卦山里 遇见什么事办住了 这么办吧 天儿可越来越冷了 贫僧的意思 是不是请侯镇远 镇东侠 跟海川呢 二位侠客 写封信 这信呢 就是问候问候 八卦山的庄主 李坤李太极 信呢 写得不疼不痒 就说我们哥俩呀 已然到了铁山寺了 因为身体不舒服 没能到贵山去拜望 我们最近呢 准备去 不知道 把位庄主 可恳赐教 你要乐意呢 就给我来封回信 不乐意呢 你也说清楚了 哎 这信呢 就这么写 这个意思 派个人 派个机灵的 精明强干的 把这书信送到八卦山 八卦联欢谱 到了山上 见这几位债主 察言观色 见不见到北辖秋田 也能通过 这八位庄主的 言谈举止 打听出点消息来 啊 等这个人回来 咱们大家伙再想办法 我出这主意 你们听听 可行则行 不可行则止 王爷一听 很高兴 于老侠呀 众位侠客 我看高僧出的主意 不错呀 大家伙全都愿意 镇东侠侯振远 站起来了 好 既然如此 我就提笔 写这封信 老侠侯振远 提起笔的写信 逼走龙蛇 把信写完了 然后念了念 大家伙一听 没什么破绽 侯振远就把这信 装到信封里 外边写着 面城大庄主 李坤太极公亲戚 下边写着 内响两个字 同林同海川 伸手就把这封信 拿起来了 看了看大家 请问 谁到八卦山 八卦连环谱 去送这封书信 你们可听清楚了 刚才亚人 长老一人说了 到了八卦山 要察言观色 如果看见北侠客 更好 如果看不见北侠客 也得察言观色 看出点消息 一定面见 八卦山的 八卫寨主 才能回来 同林这么一说 大家伙 你看我 我看你 没人原意 同林又问了第二声 事已然说清楚了 谁敢到八卦山区下书 为什么没人原意 因为八卦山 八卦连环谱 可不是一般之地 李坤 李太极 威震武林 再说在杭州 类 类台之上 海川 掌打发蝉 已然跟八卦山 接仇了 不光是掌打发蝉 同林同海川 下山的时候 头一个掌打雷春 北双雄镇 跟八卦山 投结一张仇 第二张仇 那就是八卦山 三个少庄主 到了 到了 佣亲王府 跟同林动手 又挨着 同林一掌 同林 掌打 法臣 是跟八卦山 三节一掌仇 谁敢替 同林 侯振远 到八卦山区下书 如果李坤 李太极 一脑 妄下 一传话 杀 这条命 就扔到八卦 连魂铺了 所以海川问了 头一遍 没人说话 海川问第二遍 海川的大徒弟 穿云白玉虎 刘俊就想 我是谁呀 我是同林的大徒弟 捉打国宝 是我的师父 同林的责任 别人谁能替我师父 去冒这风险 别人不能去 就得我替师父去 所以刘俊 分人群 迈步 往前走 走到师父面前 满面带笑 师父 让我去吧 师大爷 您看我去行不行 老霞侯振远 用手一缕银燃 冲哥 你要到八卦山去 下书 师大爷 我师父的事 就应该弟子前去 好 老霞侯振远 说出一句好字来 西方下渔城一看 爷们 别人去还好 你去八卦山 可有危险 师大爷 你要知道前去下书 是为我师父的事 单点风险 我也应该等 话要说回来了 两国相争 不展来时 何况 我们武林道 也有规矩呢 李坤 李太极 也是当代的名家 我想 他办不出这种事 好 王爷在旁边 心中赞成啊 心说 同龄的大徒弟 可没白收啊 好啊 我看怎么办吧 就让刘顺 这孩子去吧 锻炼锻炼 越历越历 也未尝不可 王爷 我想没什么危险 我到那多加 小心就是了 王爷 众位师伯 师父 请你们放心 同龄 这才把书信交给 川云白玉虎刘俊 俊哥就把这封信 接过来了 刘俊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师父 明天一早我就去 好吧 今天你好好睡上一宿觉 等到天黑了 没想到变了天了 阴云密布 大雪纷飞 咱们这书说的是云南 难道说云南也下雪吗 因为咱们说的是山区 天气是阴晴不定 这一下雪可不要紧 冷极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刘俊揣好了书信 把军人放在家中 前去下书 是寸铁不带 刘俊没惊动师父跟师大爷 轻轻的把东培店的门开了 由他里边望出走 刚一出来 迎面就是一阵冷风 哎呀 刘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您别瞧刘俊的功夫不错 刘俊身体很瘦 雪虽然不大 可下了一宿了 凌如雪海 山头上一片白呀 刘俊呢 打开包袱 又穿了一件衣服 腾腾腾就下山了 通过密封岭 出南山口往西走 一直走到西头 顶峰暴雪 直奔八卦山 往前走 越过十八棵杨树 就到了南盘江的江岸 这地方是八卦山 入山口的地方 叫金家渡口 跟这八卦山是一江之隔 北边就是八卦山 这江水狂急了 下了一宿的雪了 山似银庄 凌如欲促 刘俊知道 在金家渡口 有一个酒店叫金家酒店 这金家酒店 是八卦山的耳目 如果你打算进山 你必须到金家酒店 人家让你进山 你就进得了山 人家不让你进 你根本进不去 刘俊就找 找什么呀 就找这座 进山的金家酒店